来自南方都市保播报 5月12日晚间瑞幸咖啡发布公告称 董事会决定终止钱志亚CEO首席执行官一职 以及刘健COO首席运营官一职 并且要求两人辞任董事 目前已经收到两人的辞职信 自内部调查开始 除钱志亚和刘健 公司已将其他6名参与或了解虚假交易的员工 进行停职或休假 目前董事会已任命公司董事兼高级副总裁郭景一 为代理首席执行官 并且宣布曹文宝和吴刚成为公司董事 据公告介绍 曹文宝自2018年6月起 担任瑞幸咖啡的高级副总裁 负责商店运营和客户服务 在加入瑞幸之前 曹文宝在麦当劳中国拥有超过23年的工作经验 并担任过包括麦当劳北京地区经理及中国区副总裁 吴刚自2019年3月起担任瑞幸咖啡的副总裁 负责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自2020年4月以来一直负责供应链管理 在加入瑞幸之前 吴刚拥有超过26年的民航领域从业经验 在中国联合航空 中国东方航空和国航 均担任高级管理职务 下年紀規模 谢谢观看